那水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这个Holy Rental点下去,它就变水平了 那你再把它搬到应该搬的位置上面去就可以 那如果你用Linear Layout的话,你可以在外面再框一个什么? 框一个水平的Linear Layout也可以,前面我们讲过嘛,你在板形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拉一个,这个Layout里面的话,拉一个水平的再切两半 那前面放男生女生,右边呢,就放那个Radio Group,再一个这个是身高 那身高的部分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呢,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它这个题目有要求,就是说只能够输入什么 只能够输入有小数点的,所以特别注意你就选的时候,它有打勾,你就这个地方的话,把那个Lumber Dissimo,Lumber指的是数字,Dissimo指的是小数点,也就是说 它第一个,你有没有要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呢,它只会跳出数字的那个键盘 第二个的话呢,它不能输入数字或小数点以外的其他的字元 OK 然后体重的话,一样 拖拉出一个那个,我们这边Test Fills,其实你可以选哪一个呢? 刚刚那个是小数点,对不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数点,就拖拉这一个也可以啦 那这个的话是拖拉整数这一个,也就是它只能输入整数 那底下再加上一个计算 另外,各位也可以参考出云端白板上面,补充资料是这个题目 那在我的分享区里面 有一个云端白板,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其实也帮各位整理了一个资料夹,在这边有个 有没有,证照 证照指的就是TQC Plus的证照 那所有的解答其实,几乎都在这里,你可以看到104 点进去 那相关的,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我想这个步骤跟流程,跟前面 的做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今天呢 在这一题里面,会多用了 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其实将来在 各位在开发多页面的 这个App的时候呢,一定会用到 第一个就是说 如何新增 第2个以上的页面 如何新增第2个以上的页面 第2个是说,如何透过Intent Intent去帮我们去切换到其他的页面 第3个就是说呢,如何利用bundle bundle去带一些资料 带哪些资料呢,包含就是 性别,男生或女生 身高体重 这些讯息带到下一个页面去做计算 然后 最后记得就是说,还要在Manifest里面 就是Android里面的那个设定档里面呢 去登记你所产生的 第2个页面,会产生的那个 第2个Activity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注意到这些细节 应该就 比较没有问题 至于说计算BMI这个 这个这个画面,我想你可以做一个 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你就知道画面符合题目要求就可以了 也就上面一定要能够 一个标题,要计算你的BMI 然后男生女生身高体重 最后一个计算 大概是这样的 这样的画面 我需要听他了 真的不能这样的 假き 看我 任何她